继续来看,为了几个月开始 今年一度的洛水铁四瓜节是正式来展开 当时是有着非常有名的作家 是慕容,也还有萧萧来开典 今天很多的朋友和学生来参加 对到本海推动,可以说是最大的成功 作家是无用到萧萧,是在台上进行演讲 这两位很有名的作家 是为了今年洛水铁四瓜节来进行开典 将来面中和学生也都是举办了会典 也肯定这两位作家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我当初没到是要推荐四瓜文化 所以作家也在现场来念四瓜 仿如我们曾经见过的彼此的青春 除了四瓜分享以外 作家是无用也表示 很多台湾人都说爱台湾 但是却没了解台湾 已经为台湾这个土地有很多地方 需要大家来实施 也希望透过文学可以让大家来了解台湾 不能说我们常常喜欢说我们爱台湾 我们要了解台湾的个体 我们就说你不见得爱台湾 一定要知道台湾的所有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 你如果真的爱这款土地 其实我觉得这款土地的所有 我在这款土地上得到的经验 或者是得到我跟同学的自己的经验 也增加了我的生命的后果 近期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罗水银四瓜战 除了第一厅一瓜也还有三厅 分配是在民党大学跟文化教来基盘 因为邀请很多组家和大家来分享 也要欢迎该文学的民众 都可以拥有来参加 中西新闻初红兵参会报道 这边少西新学家 怎么听这呢 就是